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遲些 我会做一个大推广 就是投降价 但是呢 让我散开我手头上的东西 这个推广真是震撼 震撼到不得了 好了 喏 在这个大陆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十一号 十二号 天津发现UFO 十四号 北京 又又又要UFO 同一时间 在十一号 天津发现UFO那天 在江西虎州 又又发现一些奇怪的火球 喏 大家应该上网看完这些片子了 喏 今次是中国历来 或是世界历来 发现这些这样的北明飞行物体 这么多次之后呢 今次算是拍得非常清晰 无论那些片子 你有没有看过 懂我吗 照片 OK 究竟是什么呢 或者是否连结回 我们中国古时 我们不要讲古时 就讲现在 有UFO UFO记住 它不代表一定是外星人 UFO即是什么呢 UFO即是unidentifying object 你是不知道什么东西 的东西 它不一定是外星人 为什么呢 因为UFO 越来越多人说 曾经的UFO在地底 海上飞上来 原来它未必是外星人 它是地心人 地心人是不是外星人呢 我们现在呢 就说服不了大家 但是同一时间 在这几天里面 都在中国出现 如果古时 它们没有飞碟 外星人这个概念 它们是神仙 异象 那其实凡真有异象 都是窄人世的 这是窄人世的 这是窄人世的 好吗 好窄人世 我们首先看一下 11日12日 天津崩海机场 连续两晚出现異常 出现什么異常的 異常的东西是 海 崩海机场 国际机场突然关闭 11日晚 持续关闭了11个小时 到第二天 早晨不知恢复 大量航班因此然 好了 怎料去到六十三天多 又出现了 这个是在北戀言吾的 这张相呢 这张相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张合成的相 这张相不是偏旋 这张相是北京 好了 这是偏旋 这张相是皮在十元 你看到这样 这是什么 你看到那些太清晰 因為太清晰了,我們會覺得是假的,但是我沒有確認到,我看下面的網友有很多專家,都認為這一張是真實的,那你說是甚麼來的? 好了,但我覺得最奇怪的是釜州那幾個火球,我們看看第三張照片,這個真的很奇怪,下面那個火球掉下來,後面那些煙,你說是甚麼來的? 劉青衙搵石嗎?不是吧,而且他們的煙好想釣詭,是不是好像有些魔妖,在走著走著? 你有沒有? 這個江西釜州那麼密集,下醉過程之中,牽著一股黑煙,距離地面較近的時候,就看得清楚,這些球狀就看了,是燕燒的火球 虎州市的氣象局12號回應,他說昨天,下午五六點,他們的氣象部門,並沒有開展人工增雨的工作,所以這個情況,不是人工降雨造成的,是具體是甚麼情況,不清楚,他們的答覆,你說是愚蠢也好,不清楚,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那自然現象是甚麼來的? 那些火球沒有跌到,去哪裡找呢? 不知道,他真的應該找到,沒有說,蓋住了,難道還是怎樣? 好了,但是之前就有異常,回來了 好了,網友說得對,可能是美國佬教士 那麥蕭先生,上個星期,他就說,他今屆我支持民主黨 為甚麼呢?他說因為,特朗普對烏克蘭,或者台灣,那個情況很曖昧 對台灣肯定強過民主黨社會 很曖昧,不是,所以他為了大局著想,你不要那麽快上頭 他今屆支持,就是這樣 好了,首先,你支持誰是沒權投票的,OK 那當然,他會有影響力,可能影響到一些在美國的聽眾 到了這個關頭,我就唯有痛擊,大家知道我一向都說到後面有很多句 你蕭先生,以你的智力,或者你見那麽多人,你有什麽理由你不知道特朗普 他究竟是,其實特朗普做了很多事情,他不同你們,他未必會告訴你 譬如說,我打幾個電話就搞定這件事情了,這麽不好嗎? 蕭先生的憂慮是什麽呢?蕭先生的憂慮是,如果這樣被俄羅斯走得掉 這樣被俄羅斯走得掉,以後入侵的人,便不用懲罰了,這樣說 第一,特朗普沒有說不懲罰普京,我想問一件事 我想問一件事,現在的人就說普京玩完了,勝算在握了 這場仗打了兩三年,如果有勝算在握,是一早就可以勝算在握 現在打到,不贏不輸,大家每天就死人 那你想怎樣呢?蕭先生,你想怎樣呢? 現在不要說制不制裁,不要說那些先,是不是首先 好了,這樣說吧,好似我們這麽極盡 當日烏克蘭一被佔領的時候 你倆不要去打核彈啊,打俄羅斯吧,你說得這麽厲害 是你那些自由世界,你那些傻子,那些傻子不在這的 德國記不記得嗎? 烏克蘭捐個頭盔給你,烏克蘭,記不記得嗎? 烏克蘭想射一下俄羅斯去境內,不想的 不想的,接著你美國佬,又說,嘩 不想的,當然是不想的,這樣那樣 好了,見到現在這樣的選舉贏了,阿昌真的未必會回來 於是,鬆點鬆點,其實是誰不想完那個戰爭呢? 你問我,你現在,說真的,你很簡單的,我真的想回想起歷史 南北韓戰誰贏啊?誰贏啊? 喂,你不斷打下去,不要說誰贏,你也要停下 理論上,他們未知什麼,所以現在還在戰爭狀態 我們所知,韓戰,韓國,但起碼停了,不要惹死人 你就說,為一個大局要懲罰,拿一個很大的道德高地 你,蕭先生,你見不到以色列現在在做什麼嗎? 就是,喂,他在黎巴嫩,我認為炸得好啊,Corky, 嚇到他傻了,真的,這些 哇,喂,很害怕,什麼都爆炸了 他那天就爆炸了,他那天就爆炸了,第二天又爆炸了 下星期會又再爆炸了 喂,不是啊,可能今晚我們做完節目又爆炸了,不知什麼的 喂,你收音機又爆炸了,又易不想到啊 罐頭又爆炸了,那怎麼辦啊? 電動車又爆炸了 喂,我最好笑的是,你這樣炸到,那些屁股, 那幾多數都放在那裡 他 吵你了,你 喂,你真的吵你了,喂,如果你打到那個講機我們會這樣啊 搶大佬真的爆炸,不是害怕啊? 誰叫你爭主黨,怕的 不是啊 就是手機機,要你還製作 不是啊 喂 你們自己買的那些講機,那些你自己派給黨員 不是 他們因為怕電話被別人聽到 平時意識來放一些料,他們就相信嘛 那於是乎就買的講機,怎麼樣你有沒有 誰都來救你 台灣的浩泵,其實話說回來,現在還是有人出講機 我也有很多驚喜 其實他們的廠是在黎巴嫩 是嗎?是台灣人來的 台灣公司給了匈牙利公司代理 公司就在黎巴嫩設廠 那他想就好想怎樣 給珍珠當你自己賣的 採購無論哪裏整隊都好 那你會有檢測的 你竟然檢測不到 不是 檢測不到 其實他就好 如果廠是在黎巴嫩裡面 那你怎麼可以做到掃腳呢? 那你來賓州 喂 不是啊 我以為做得好啊 做得妙啊 屌你了好不好 喂 你去到 蕭先生 你聽到了 去到以色列 還拖 的時候 他就說 喂 你殺了人幾萬人 人家殺了你千幾斤 當然不對 但是不是這樣冤相佈呢? 是不是要停呢? 他就說 是不是要停呢? 這個 Stand呢 是站在民主黨那邊 嗯 好了 但是在 烏克蘭那邊呢 說不想停單 因為 聰明說要停 要繼續打 喂 這個 論點又是站在美國民主黨那邊的 喂 你讓我想起 究竟你想怎樣呢? 他說喂 喂 如果 因為他為了世界大局著想 那你看不到那個大局 就是 共產黨化嗎? 所以有些網友把這件事呢 去簡易一些 你跟蕭先生最熟 就是比較之下 簡易一些 就歸納是 因為陶傑支持 撐特朗普 他就撐特朗普 撐特朗普 撐阿賀金議員 那你覺得會不會這麼離譜呢? 那為什麼會轉呢? 我猜是他有些脫思維 他本身也是這樣 喂 但是真的很清楚 有些事情 撐特朗普 不喜歡那些勇武派那些 那些 那些什麼理論 你猜 不是啊 但特朗普反而沒有漲搞 在這裡 學聯了 五年不會有什麼大力 即他本身都有很多這些思維 第二 但是要看清楚 烏克蘭 特朗普沒有說得很清楚 哪些狀況 但是台灣方面 你看拜登是被人投訴 給了什麼 即是美台去商會 特朗普當年說要將台灣軍事現代化 拜登連帶買的武器 就被人投訴 喂 即是自衛有餘 但現代化 始終都有一段大距離 希望你賣那些武器 可以給台灣現代化的 是 特朗普就制的 甚至想賣多些 反而民主黨就不制的 那如果呢 在台灣 這個立場的人來說 你應該要支持特朗普 第二 但現在台灣 基本上朝野 全部支持民主黨 這樣也不夠 就算是 特朗普的副手 還有萬斯 或者楊文斯 是 他說 即使無法屈蘭 希望我跟他集中兵 放在台海 是啊 如果這兩樣東西 硬要放 一定是特朗普這一邊 在台海 是強硬一點的 但他怎樣得到一個民主黨 會強硬一點的想法 我真的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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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又有些網友說 還是因為有很多 黃絲是支持民主黨 所以他要站在那邊賺錢 我又覺得未至於 因為我不覺得 香港有很多黃絲支持民主黨 有的 香港應該大部份支持特朗普 是的 是有的 但是不是多 人數不是多數 你看看 每個都在蛤魚 那些 民之心 跟別人支持民主黨 你只會被人吵 不是 又是被人吵 是不是 吵 我又不覺得 等於你在美國 或者在外面 你公開說 我支持 在鬼頭競爭 支持 就這麼好 那些人不如你 最不敢包容 就是這班 他就是左教 最不大愛就是這班 但是很好笑 有個現實 我真的和很多網友回來 在美國 歐洲回來的 歐洲都是 他真的不敢說 但他們說私下談 其實他們真的很想不到 但是他們的表面都不敢說 一旦動一下 給我 我和你鬥吵 那些事 如何是今天 有關檔局 曾經說 有關檔局 今天的新聞來的 伊朗網絡攻擊者 那些黑客 在特朗普的競爭團隊 偷了一些資料 然後交給白宮大衛的競爭對手 之前就是拜登 之後就是賀錦麗的競爭團隊 發生性的報道 美國情報和執法當局 表示 黑客 向總統 拜登 或賀錦麗 當時的競爭團隊 發迅速一些不請自留的電郵 什麼叫不請自留 都沒有 伊朗給他 OK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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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關於哪幾個有關部門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聯邦調查局和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發出的聯合聲明 說賀錦麗的競爭團隊 裡面的人 是收到這些電郵 不過沒有回覆 不用回覆 看就行 好了 好了 今年8月 這些機構 其實已經率先 將這些黑客的行為指向伊朗 伊朗當然否認 現在11月的選舉 迫近了 美國發聲明說 即是剛才那幾個機構 外國勢力正加強他們干預選舉的活動 就說 俄羅斯、伊朗和中國正試圖採取某種措施 為了置身利益加劇美國的社會分裂 直指矛途 直指伊朗 好了 伊朗當然否認 川普的團隊就說 當然了 他們怕我們老闆上台 吵架他們 再制裁 再制裁我們便大混亂 很簡單 這些事情 我們又要結合 我們想回一些事情 當日 屌你老闆是哪個 撤銷制裁 是吧 好了 此小制裁呢 一個聯合國 一個拜登 一個拜登 好了 接著去年 還是甚麼 喂 透過他們 透過他們的特使 洩露一些機密 好了 然後呢 早一陣子就說 國務院 原來有伊朗的鬼在這裏 早一陣子 去年 今年的事 那個甚麼 阿Kelly 是阿Kelly 現在是環境大臣 喂 伊朗的鬼來的 現在呢 伊朗呢 原來有黑客 黑了進去 那為甚麼這個部門 要聯合聲明呢 去到這個位置 沒有辦法 喂 我先說了 不過他們很強調 民主黨沒有回覆 希望這樣 他們先說了 因為為甚麼呢 現在大家都在買保險 如果特朗普上台 你們說的不說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 好了 那你一結合了那幾件事 甚麼Kelly 和之前誰的撤銷 即是說甚麼 那你說是誰 應該放生緊這些邪惡勢力 但是看不到的 蕭先生 你們看不到的嗎 如果我再給你多四年 你賀錦麗 你覺得這四年的 所謂的邪惡勢力 會收檢嗎 還是會更加容易 不是很簡單的 我問你這四年拜登已經 拜登這期真的很有型 拜登這期真的很有型 他只是放假 他只是採力漢溝 他只是採力漢溝 又再次帶 我不知道 他又看過照片 又帶著那個Mega 是上次的張照片 但不是紐約來的 拜登那些有生假期 是等於那些人 幾十年 他隔了那麼多 喂 但是 那天那張照片 又帶著那個Mega 不是在紐約那裡 他不是玩東西 那樣的 如果是 民主黨你做事 你那些契弟 好了 都有一個好消息 有一個 在美國 今天頒了下來 昨天的應該是 南卡羅來納州的法院 較早時候 南卡羅來納州的選舉委員會 就拒絕交出該州的選民明冊 為什麼呢 共和黨的人說 你選民明冊 他拒絕交出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拒絕交出 於是乎 民主黨連同法律組織 public interest legal 提出起訴 好 星期一上午 聽取這個口頭辯論之後 法官在星期三 即是昨天作出裁券 他說 根據聯邦法律 選民明冊是公共紀錄 是應該要接受選舉 可以乘訊組織的檢查 甚至乎應該公開 即是平時 你記不記得我以前 我們選舉 你也選舉 他有選民明冊給你 這個該區 其實是有的 基本上是拿得來看的 應該 另外 好了 法官安德遜的判詞說 南卡州選民登記名冊 是根據 簡稱NVRA 即全國選民登記法 1993的規定 是應該接受檢查的紀錄 並且 NVRA 優先於任何限制 南卡州登記選民 查閱州選民 登記名單的 南卡州法律 喏 這個案例 是不是可以開到 其他 另外一個州 我不知道 因為美國始終是每一個state 就是每一個國家 自己管 但是 共和黨 這幫人 就麻煩盡力去做 他們一定是 什麼都可以做 殺人都可以 就算不是他們去主動 找些專業的 但是其實 其實他們還有什麼 不就好像有些人都去做殺人 就去做殺人 那你說怎樣 老實說 或者有人這樣說 有人跟我說 你不要說 小先生我不要說他 不夠膽 或者他自己知道自己 什麼事 所以特地支持賀錦麗 你真的這樣以為 好似湯鵝去 他去賀錦麗 去賀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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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賽 最後還是什麼 你真的這樣以為 我真的沒有 我再說一次 我認為是 那你不 沒有所謂 我覺得今時今日 還是支持美國民主黨 真是暗躲 或者是別有用心 OK 別有用心很難成立 你又不會有什麼 你又不會有什麼 賀錦麗 好像連移民 連移民 連移民 他講一大段話 我都聽到 我都拚了 現在就是 不要說你 什麼難不難民 你譬如中國人 去了墨西哥 墨西哥收了他 譬如你先走那條路 那為什麼你還可以讓他過來呢 應該是墨西哥去檢視他是經濟難民還是政治難民 這個是墨西哥的責任第一個點 這個是國際規例來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去到這些位置 去到這些位置 真是神經病 好 明天再說 拜拜 拜拜